自意大利闭关锁国以来 今年40岁的弗朗西斯·瓦拉格萨 已经在意大利罗马的家中工作一周了 瓦拉格萨在意大利电信集团的公关部就职 是份可以环游世界的工作 而中共病毒的爆发将它和年人的宠物们困在家中 意大利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已经接近3000人 而当地居民不得不适应在家生活的困局 我必须要聘用正常的工作 出于安全原因 罗马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关闭 瓦拉格萨好难带狗狗出门散步 但它相信封锁之下的生活 仍然能有积极的收获 目前仍不清楚意大利人 还需要在家自我隔离多久 瓦拉格萨表示并不感到绝望 他也为其他陷入类似困局的欧洲国家祈祷 新唐人记者宇婷综合报导 不仅不清楚意大利人的宅 不仅不清楚意大利人的宅